曾就讀西班牙皇家舞蹈学院 擅长佛劳民歌的舞蹈家贺连华 回国后创立了精灵换舞舞团 精致细腻的舞艺经常受邀国内外演出 让贺连华舞蹈事业逐年扩大 也因为莫拉科风灾迁起了缘分 让他从此决定投入偏乡教育 这从八八风灾2010年开始到现在 每一年的寒暑假我都带着应对 我们的主题叫做走入山突入碎沧桑 艺术陪伴桃花远故乡 高雄桃源国中虽然没有专业的练习场地 但贺连华仍不放弃 坚持陪伴灾区的孩子用舞蹈重拾信心 近八年来的努力造就了不少舞蹈人才 舞蹈班去年更荣获全国舞蹈比赛首奖肯定 自从高学的时候把心情都很低落 然后一个是一个很不乐观的女生 自从有这个应对之后 就让我很大方 然后就变了一个人这样子 老师谢谢你们 就是还是一样持续来 就是这么多年 然后都没有改变 贺连华不只教舞 更希望学生们未来也能回馈自己的部落 多年来前进部落 不只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定义 更给予他舞蹈创作的养分 5月6号将在台东东和乡月光小站举办歌展 最后一次以舞者的身份表演 其实在这么多年 我走标音艺术这一个路上 我自给自足 我很清楚我知道说我未来的方向 我希望成为一个跳舞的传道人 能够用跳舞的方式来帮助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贺连华跳舞帮助不少孩子 从八八风灾创伤中走出 而他将正式告别演出舞台退居幕后 未来人生要用自己的力量 唤起更多人共同关心 投入偏乡跟部落教育工作 记得朋友们在台东东和采访报导